男人是不是爱你,发断语音就知道了 男人对你是否真心,是否从心底把你当做那个最爱的人,不用你去做什么考验 只要你给他发个消息,给他发断语音,便能知道他对你的态度 因为他的回应便能知道他的内心 1.在收到你的消息后,男人是回你消息,还是不回你消息 若收到你的消息,男人马上就回复你,那么就可以证明你在男人心里的地位 2.如果男人收到你的消息后,置若网文,久久都等不到他的回复 那么你在他心里的位置一定很轻,一次不可以说明什么,但经常如此就很明显 2.男人回复你的时候是怎样的回复 如果男人再收到你的消息后,他发完一条给你,再发一条,那便可以证明他也是很喜欢你 若是男人的回复惺惺惺惺点点,与你说的话还不仅你说一句的长度 那么他对你的兴趣或许是非常的小 男人若对你兴趣大的话,往往就会反转过来 3.收到你消息后,男人与你说话的态度 男人如果是打心底里爱你,那么他与你说话的态度一定会不由自主地温柔 他的语气会尽量压低一些,让你感受到他的温暖 而如果不喜欢你的话,那么他说话的语气往往是不带任何感情 这说话的态度也同样能决定他对你是否够真心 若你不知道男人对你是不是真心的话,那只需要你给男人发一条语音 便能知道男人究竟真心不真心 真心与不真心完全会是两种态度,一种亲切,一种冷淡 这两种你感受过哪一种